道地的湖南香菜重咸代辣 但是来到台湾有些菜色口味咸重 有的食材台湾又找不到 要怎么改良既能符合本地的市场 又不至于失去了香菜的精神呢 这道难题就交给在湖南长大的张灵家 再适合不过了 他掌握了湖南菜的神髓 创新不失原味 三不五时还打电话回湖南挑掉新菜色 难怪浓妆艳抹都相宜 香菜三下锅我一开始都会先爆香 香菜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热油翻炒 善香焦香以次爆发 中药香料品填层次 把猪肉鸡肉超级入味 湖南特色菜三下锅大幅告成 很下饭 而且我觉得蛮道地的 就是食材也很新鲜 然后它的香料不会太浓厚 但是又蛮好吃的 口感就是鸡肉很好吃 也是算蛮重口味的这样 因为发现说我们香菜 它颜色都会比较很深 很深 不会看起来清汤刮水这样 所以它们看起来都是很下饭 都是很有食欲的 三下锅是以湖南当地好取得的食材 像是牛肉 猪脚 重口味炖炒的盒菜 轻松擄过韬客味蕾 而在这之前得先通过老板张灵家挑剔的嘴 毕竟从小就在湖南长沙长大 对道地口味再熟悉不过 我这边也是大了七八岁 才后来来回到台湾 所以对于那边的味道记忆中 都是还停留在脑袋里面 所以每个味道我一定要试 是不是跟我之前的味道是一样的 张灵家是嘉义参二代 父亲是湖南人 妈妈祖籍嘉义 二十多年前 全家从湖南返台一亲 白起小摊贩卖起葱油饼 慢慢打响名号开餐厅 但尽管从小恶如目染 张灵家一开始却对餐饮毫无省却 一开始也没什么兴趣 结果我跑去跳舞 跳跌势 跳舞 又跳到受伤了 哇 怎么办 后来想说我是餐饮科的 不然我去打工好了 就开始从事学徒这一块 结果做了做了做不到一年 反正做出兴趣了 我后来找的工作 就从来再也没有离开过厨房 为了更上一层楼 张灵家甚至再度回到 最熟悉的湖南长沙 花了一年时间拜师学艺做香菜 这道又被称作 麻辣小龙虾的口味虾 就是当时的成果 只要去过湖南 你只要看到口味两个字 就是永远跟辣是脱不了关系 它无辣没有就无口味 就吃吃吃 没有吃到辣 它是没有味那个口味的那种感觉 香料就是白蔻炒果 还有我们的月桂叶干辣椒 主要是它的辣椒酱 它辣椒酱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特殊一点 特地使用湖南产的辣椒酱 新鲜辣椒则以小米糟提取辣味 炒制酱汁再丢入虾子 弄缩收汤 在湖南香菜里面 紫苏是少不了的 紫苏就像台湾九层塔 是湖南惯用的提鲜香料 让口味虾层次堆叠 调味配料通通到位 但是虾子却不是湖南常见的小龙虾 到了台湾 赵令家因地置疑 反倒以泰国虾来代替 比较难买到 再来就是说 在我们嘉义 没有人养殖小龙虾 就是炒制出来的肉 会比较少 比较小 跟泰国虾比较的话 客人接受度还是以肉量 比较大的会比较适合这样 讲究酸辣殆尽的香菜 来到台湾 赵令家也必须要微调清淡 但要拿捏多少 甚至想要创新菜色的话 如何调整还得靠经验帮忙 你一定要在台湾也待过 大陆也待过 你才知道说什么东西能改 什么东西不能改 这个落差非常大 这个就很像麻辣底料那样 加入青花椒提香 大红袍的麻 已滋然柔和辣气打底提味 最后高汤微煮 焦麻鱼的麻辣汤底 是张令家的新常事 这个我是 它是用川菜的方式下去做改良 用香菜的手法去操作 原本想用烤鱼的方式下去制作 但碍于人力及设备 最后煎化油炸再蒸制 同样口感鲜嫩 另外像这道湖南腊肉 还搭配小馒头 宛如台式挂包 在传统之中增填心意 但前置过程仍然不改老派作风 在腌制过程当中 还是说烟熏过程当中 沾附的一些杂质 过多的盐分 多余的油脂会把它刷洗掉 所以你像有时候在外面 或传统市场里面买到腊肉 他们都说这是正宗湖南腊肉 可是买回去以后 做了以后什么奇怪 跟想象中的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不知道前置过程 是要怎么去操作 这同弟子配上小心丝 一道道菜色推陈出新 但张宁杂不甘安于现状 为了让菜单只是进化 他不断研发 甚至经常大会湖南向师傅讨教 打电话去跟我大陆的一些师傅 打过去就说 早师傅 不只在厨房里喜欢挑战 张宁杂还是个拳击手 开拳馆展开第二事业 其实我觉得打拳跟做餐饮 其实有一个类似的点 就是说你过程当中都是要付出的 当你得到到达一个定位以后 人家会讲说 你今天得到这种定位 人家不会去看你自己付出了多少 现在张宁杂稳扎稳打 未来甚至希望能把在大陆的师傅 带来台湾一起共事 更深入推广香菜文化 让餐饮实力再加成勇闯市场不断飘响